所以我会觉得在整体恒生指数的角度 就觉得不需要说太过悲观 你看到整体近期指数的格局 都是急弹完之后 然后就有一个所谓相应的回吐 当你升得太急的时候 譬如说单日升700点 或者单日升500点的时候 然后你去高追 其实通常都是会打下来的 回吐到差不多 或者一年续跌了几天 或者单日跌了差不多400点的时候 那时候你好像很恐慌 那一刻抄底又会回升 所以这一个就是不惟然 就是一个区间上落的一个模型 就是这样 所以就很设计是跟红顶白的 譬如今天我们升了400点 会不会再有一个很大的势头呢 我觉得即市里面都未必是这样 那你变成一开始高开追 这股票就很容易重复回回来 有可能是指浪 甚至是回回了 其实来说都是不奇怪的 总体来说我对于恒指仍然是 无论我自己学校的教学 或者是在传媒里面 我仍然是相对来说 对于纯粹恒指仍然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因为我都重复了很多次的了 就是说它有大量的传统型的股份 汇丰、中国移动、邮邦、两孔邮 这个是一众的保险 就是内银股、内险股 它就是占了半壁江山的这些传统股 其实那个所谓的升势 或者是传统股 或者是向下空间相对比较少 那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想将恒指仍然偷下去 偷了多少呢 倒回来 科指就受到弱干的弱势的科学表影响 所以有机会是稍微弱个恒指都不出奇的 所以整体去到最后的总结率 在指数里面 我仍然相对来说是偏乐观一点 那你觉得100天线的支持力度 即现在在24,400点左右 那个支持力度大不大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在整体的指数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回那条50天线 或者是100天线之间附近的那些价位 那我会觉得如果是除一个 是比较的第一级的支持 那我觉得大概在那条50天线那里 因为100天线 老实说 现在24,400点 现在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是等于昨天的所谓收市价 如果以昨天收市的角度 24,329点 它比较低了100天线 它是今天好彩地 是够了400点 也可能是靠阿里巴巴反弹的基础之上 那才可以去到24,400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24,400点 作为一个这么近的支持位 其实很容易 一坑就坑穿了 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 是把支持位推高到可能是24,000 或者是24,200 这些这样的价位 作为一个初步的支持位 是相对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了 如果进一步去推论下去的话 条50天线23,800 那个位置 就应该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支持 而且你都会期待 甚至预期 如果特别是美股 稍微有气势回升上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月 老实说 条50天线23,800 都未必跌得穿的 这个可能会形成了一个 未必是升得很强劲 可能是一个浪底 一个浪底高的一个浪底的形态 再次拍拖来 按摩